認識創用CC 那什麼是創用CC呢? 你在Google打一個創用CC 接下來點選Google search 搜尋 就可以找到這個網站 台灣的創用CC計畫 創用CC簡單的說就是 素材免費分享給人家 那素材有哪些呢? 聲音、影片、圖片、音樂、演奏、表演 通通都算 智慧差人權規定呢 只要作品被發表、被創作出來的瞬間 就可以受到保護 如果它能夠舉證是它做的 你誤用它,它就可以告你 那什麼叫創用CC呢? 我的東西願意跟別人分享 你也不用來智慧我 直接可以拿去使用 那創用CC有幾個符號 這是全世界符號喔 這邊有影片 你可以有空可以再自己看 那簡單的說 它有幾個標示 創用CC並不是放棄所有權利的 如果在創用CC看到這個 表示它的作品你可以拿去用 但是要寫姓名 那這是不可以拿去賣 那這是不可以拿去改 那可以改完也得分享 那這四個標章可以組合使用 如果看到這個姓名標示 表示說這個東西你可以拿去賣喔 只要把名字標示 這誰做就好了 那創CC呢 這是全世界符號 我覺得很方便 如果你在網站上面 或任何雜誌文宣 只要看到創新的標章 表示說裡面的素材 你都可以免費使用 而且不用智慧任何人 而且不用智慧任何人